这些数据汇总到智慧农业指挥中心 就会通过数据汇总和后台的分析 形成一份完整的水稻体检报告 那对于上万亩的大田来说 除了在田间遍布的监测采集系统 完成寻田与下馆作业 还必须得有无人机的配合 再来看看我们的记者张成 是如何对他发号施令 来 咱们继续整活 那么在这块键盘当中 我只需要点击一键触发 那么寻田无人机将会正式启动 开始它的作业 那么专家也告诉我说 这个智能寻田无人机 它每一次执行飞巡任务 都像是给正处于生长期的水稻 做了一次快速的CT检测 不仅能够迅速地收集到 目前水稻的涨势情况 而且还能够科学地评估 未来一段时期的产量 接下来还会生成一份多光谱图像 那么接下来 智能云平台在接收到多光谱图像之后 会把相关的信息 反馈给处在下游的智能止保机 那么接下来 智能止保无人机 将能够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数据 来进行变量科学 精准的施肥施药的相关作业 就好像是医生给患者对症下药 开去精准处方一样